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2020P要和平经营职业联赛 LSR赛体总决赛第四天第一场 也是我们倒数第四场 这里由夏华组合为您带来 谢谢赏解说评出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给到的第一局的航线情况 非常的友好 非常的nice 可以说是给哥哥队伍 一个比较温柔的开头了 但现在可以通过 他们初步的一个分布来看 他们选择航线手段的队伍 会非常非常的多 大概就是因为 越是一个偏中规中矩的航线 我越是要抢一个航线上的高顺位 是的 现在其实基本上 在沙漠地图我们知道 改版之后是多了非常多的野区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队伍 是多了自己的一些野点的 一个备用跳点 那也是相对来说 就是为了沙漠地图的转移 做一个准备 其实来到今天 我比较好奇的是 就是每个队伍 现在也是分成了不同的一个阶梯 那不同的阶梯队伍 它现在整体的一个打法 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阶梯既然已经分出来 咱们就顺着这个台阶 一步一步往下跳 最上面这个阶梯的 无疑是RNG 继续选择他们一个 史诗级别的分搜战术 刚刚其实我有讲过 大家应该留意到 奇械行和98k这点 他们从来都是固定地去 跟这个一起让的分刮一波城 而我们看到像星辰和小智 这两个选手的位置 总是在做一个不断的改变 所以我有问过他们这个调量 可惜当时 没有得到一个切切答够 那我单纯地预测一下 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个 运气的一个成分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圈形的不确定性 是的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不确定性 星辰现在直接压到了 RNG一个不错的竞圈胜位 以及现在可以说 最高胜位之一的 也是航线手段的AG战队 是的 由于在这一局当中 我们看到 大部分的队伍的一个跳点 基本上聚集在一个 中部和偏南部 所以整个圈形 靠北部这一块地方 都是没有队伍去跳的 空出了非常多的点位 那除了像刚刚 大家所提到的AG以外 包括像其实老干爹 在这一个圈形当中 也是有不错的顺位 是的 以及咱们再从 那前七名的战队里面 去找一找 RNG无疑是顺位 非常靠前的一支 白菜齐后的呢 应该是STE 他们也是半只脚 踩到了圈边 接下来就是南部 一丢丢的新山城4EM 是的 是的 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大家 和平精英游戏客户端 战队应援功能开启了 客户端内点击右下方 小电视按钮 精彩比赛直播同步观看 为你喜爱的战队 助威打call 领取属于你的专属勋章 让你在游戏内成为全场焦点 谁是冠军的最佳候选 谁又会成为PL最强毒奶特种兵 快来参与游戏内赛事竞猜活动吧 登陆游戏活动中心 或前往和平营地赛事版区 选择你最想毒奶的战队选手 获得丰富的奖品 没错 那说到这个冠军候选呢 我相信现在大部分的观众 应该都把这个视角呢 聚焦在RNG LK 包括4M身上 是 这更偏后的队伍呢 其实也是有机会 但确实前面的队伍的领先的优势 会比较多一些 是的 以及咱们看一下 在沙漠地图上 谁是优等生的 排在前列的 依然是咱们现在焦点的冠军队伍 无论是NVXCF 还是STE4M 勤9LK 都属于我们刚才说的一个 前期一大榜单里面 说明了在沙漠地图 他们是最能够发挥自己 去抢分的一个势头的 是的 而且在昨天看到勤9单日的一个数据情况之后 其实也是让我们对今天的决赛 充满了很多的期待 就是目前我们有计算过一个 夺冠的一个分数线 之前大概计算在192分 但是因为勤9的单天的一个突破 包括我们看到第一天也好 第二天也好 所有队伍的一个投名的分数线都很高 所以相对的来说 这个冠军的竞技线 我觉得有可能会拉高 是的 勤9他们昨天的一个异军突起 无疑是撼动了我们整一个总决赛的环境 昨天是怎么做到的 让我们通过一段回放 回顾一下 这是昨天的第四局海岛地图 勤9在圈边面对一个大强测之下 对于各个民居队伍的强势打击 是的 当时其实这一波我有看到 AGFOX相当于是错过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同样的反过来说 勤9是把握住了一个机会 是的 而这一波我们看到像Jimmy这个位置 当时应该是有一点点这个思想在里面的 但确实这个位置呢 相对来说在上面是能够看到的 这说明了勤9的选手 不光是枪法杠 这眼神啊也是真的好 好 这是非常关键的决赛圈 一雷双小 瓦解了排行第二队伍VM的一波强势进攻 这一波VM呢 其实主要是三三 三三当时顶上来的时候掉了 不然这个位置如果有三三做一个前点的支撑的话 其实对于VM的一个摸山是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 以及现在放到我们画面中心的NVXCraft来说 他们啊在这个圈形之下顺位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看到在阶段一开始的时候 投车必须赶紧进行行动 对于他们来说昨天是比较遗憾的 在圈形不错的情况下仅拿到15分 是的 昨天的分数呢会比较低 所以相对来说他的排名呢是有所下降 那其实我们也是知道像散兵啊 他们是转会到这个NVXCraft之后呢 其实整体的来说呢 是面临了综合性的一个压力的 是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像NVXCraft呢 他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综合的一个电竞豪门俱乐部 是的 在全球呢都拥有很多的一个冠军队伍 所以对于散兵他们来讲呢 进入到俱乐部当中之后呢 其实反而这是一种压力 但同样的也是一种动力 所以他们面对咱们来自于 现在总决赛最大的压力 无疑是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的啊 根据我们一个数据库的预测 RNG跟4EM先不说他们了 ACT跟TC这边成为我们这一场 最开始打的队伍 现在陈苏直接压到了一个残鞋 是的 我们看到这边TC呢 其实是在做一个防守 这个点位已经是先踩了 两个队伍呢 其实都是目前积分榜上 没有说特别大的压力的 现在ACT他排到第八名 也就是说他这个位置88 相当于是必须要每场 假如打出一个极限的分数才有机会 但目前看起来 这一局如果你在到了 那你的对于冠军的距离 真的是要远之又远 是的 齐哲已经是锁定了酷酷的位置 那现在到上来 ACT就只剩下一个毒狼 在一个中心点的位置 这波其实是属于 没有进行一个观察 然后就来到了TC的脸上 是有点亏 不能这样有点了 已经非常亏了 只剩下一个 雪亏 并且我觉得这或许是一个浴室 一个兆头 就是这一波前期战斗 虽然没有发生在我们前期的队伍身上 就是前期名的这些争冠队伍 但是可以代表着我们总决赛 最后一天的节奏 或许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 因为有一些 无利于去争冠军保卫的队伍 他们可以随便放开的打 是的 我个人更觉得是因为 所有的队伍应该是 对其他队伍的打法 做了一个调整 就是做了一个观察 我们可以知道像之前的 RNG之所以可以拿一个高分 是因为它总是进行一个圈边的推进 所以导致在第二天之后 很多队伍可能也都是选择一个圈边 这样的话 大家都会认为在圈中心的位置 是空出来了很多的点位 在抢点的一个效率上就快了很多 但同样的效率高的时候 我们所说的高风险 面对的就是一个高手艺 或者说高手艺面对就是高风险 是的 所以这狗子最后也被补掉 刚才可以看到 整一个圈中心 站的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满面积的情况 这个相当于 大家并非去抢一个极度中心的点 也要去把一个整体的战圈面积给铺开 这相当于就是一个决赛后面 非常非常综合性的一个战术布置了 是的 弗莱姆现在是来到青铜城 做一个简单的停留 目前所在的一个位置 相对来说还是圈内不错的一个点位 比较期待一下第二个圈会怎么刷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个圈形是给一个非常极限的北切之后 其实北部这块是一个弱侧 是的 相对来说 北部的队伍优势会比较大 如果第二个圈形还是给一个北切 那应该可以看到 大家一直期待的一个绿洲 一个浅滩的圈形 那浅滩由谁所占呢 就是我们现在屏幕正中的RNG一队了 确实整一个北部 我们现在是一个小小的阴阳圈啊 马路以北只有RNG一支队伍 所以这一个圈形 如果真的要向北的话 这无疑是把我们现在榜单第一的队伍 牢牢锁定住自己优势的一个重大机会 是的 不过也可以看到RNG呢 这边也是在为下一个圈 做一个提前的铺垫 目前呢是把星成呢 放在了偏南部靠近AD的一个位置 也是在观察马路对面的山头信息情况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像现在的这个圈形呢 它有一条非常长的马路 它是贯穿了整个圈形 可以说相当于是 这一个马路呢 是容易会被架枪的 是的 说到这个马路 有一些队伍呢 离这个马路就远之又远了 LK作为现在榜单第三 也是为二的 现在还在蓝圈里面炮着的队伍啊 他们现在其实就是必须迫切的等到一个切圈 但LK呢应该是一支稳定在进步的队伍啊 是 从我们的第一个赛季的第15名 到我们上一个赛季的第4名 包括现在处在排行榜的第三名 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发挥是非常稳定的 确实也一直在夸奖 业宇的一个指教呢 对给这个LK带来很多的进步 是的 以及同心园 同心园代表着什么 将中部圣位队伍的优势扩大 将圈边的压力再一次的扩张 那么中部圣位的队伍啊 有谁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焦点呢 像现在STE他们只要打了一个稍微的小收缩 或者继续扩张起来 这一个点位打靶是相当有优势的 是的 但其实我看到这个圈形给了一个同心园之后呢 这个圈形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标出来的四个点位 都是几个高山点 那很多队伍呢 他就想利用这些高山点的做一个下一个圈的等待 可能他就不会选择一个移动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像一起浪 按理来讲给到一个同心园之后 一起浪的一个点位是收集了周围很多一个视野信息 是可以往前推的 是的 但由于他脚下踩的就是一个高山 所以就会导致他的一个转移的犹豫 所以4AM现在不敢去他们南边一起浪的高山 而现在被迫的可能就是要与AG做更多的一个试探 你可以看到清晨跟前面的AG一名选手压得已经非常近了 是的 而且我们刚刚也是念到了这个清晨啊 清晨呢是替换了星鹤 是的 以及这边TMG跟TC TC今天第一局打得非常凶啊 已经连续主动挑起两拨团战成熟成熟 却第一个被率先放倒 是的 艾笑把车之位拔掉之后 这个枪线对TC来说非常致命 当TC知道车之位有人之后想迫切地打开脱口 不过这时艾笑露得稍微有一点点快给TC逮到了 艾笑这一波是给机会了 如果他能做一个侧包的话 整一个TC将被他葬送掉 现在TC就是一个进点 重新回到三打三 是的 双方在烂尾楼这个位置 又就是来着冠军的AKM 冠军远点的天霸出枪了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点位上 两支队伍是同时要受到天霸战队的干扰的 是的 这会让两支队伍出现一些战斗的延缓 因为大家都知道头顶有天霸 那两支队伍都在想 我这波团打完之后天霸会不会来呢 是的 现在可以看到 七则被扶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危险的 离其他敌人的位置稍微更近 以及现在看到天霸就是在一个远点的高位架枪 但可能距离离得比较远 在这个支援 在这个远处K人的这个效率上不会特别高 是的 尤其是今天顾俊准放话 先看一下七则 稍微的做一个血量补给 刚刚其实我想说呢 估计今天放话了 他只需要比他们上一次决赛高 他们只需要拿到排名前九 他们就满足了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是没有太多心理压力的 是的 他们现在零前九有三十几分 或许就可以通过去干扰一个前期团战 拿到双倍淘汰分 但是这个时候更多聚焦于阿雕 已经压到了天霸G的一楼 双方的投注已经使用的差不多了 阿雕上了 上位这个时候刚好在做一个等待 没有卡住 一丝血 压掉上位的一丝血 宰匠赶紧过来补位 给上位一个补过的时机 这个时候的价格 但是守住了 成功的 统治这一波最后的希望放掉了阿杰 最后跟爱笑的一波单人Pick 怎么说放倒了统治 是的 并且这我们看到统治和双方的一个血量 自己的血量太低了 最后还是给上位这边给补掉 是的 以及从我们刚刚另一个小窗口 DKG又主动向AGFOX发起了他们的一个枪口 是的 冤家陆仔 是的 他们分别是在常规赛里面 互相淘汰各自队伍最多的两支队伍 是的 199这个位置是没办法扶的 天和墨青已经是压到近点 原点人778其实可以留一个人 稍微的做一个拖延就好了 近点要做一个集合 是的 墨青这个时候不要太多露头 你是重视之地的位置 交给侧之位去做一个偷人 但从架点的一个威慑力来讲 好像AGFOX这边架枪的威力很大 86 86这颗雷补掉了199之后 知道AGFOX人数不多 是的 这对于DKG来说 是一个巩固住了当前优势的信息 但是圈形最终的是 被他们而去稍稍向东 但这个时候继续看天的一波扫射 压力很足 那相对来说 DKG肯定不会选择退的 他现在处在一个载边的位置 而AGFOX这个位置只能选择绕 看他要不要选择强打吧 因为今天呢 在化妆间的时候 那听那也说了 他们今天要放开拳掉 是的 而对于DKG来说 他们迎来了自己的一个特邀嘉宾 DKG770 我觉得他们一定也想 带着770的精神 在这个比赛上打出更好的成绩 是的 我们刚刚在右上角的小地图 已经看到了 墨青呢 已经是开车拉到了蓝圈外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一旦就位之后 就能够看到AGFOX测身的整体的情况 如果墨青有一个良好的背景 和远距离打击的枪械的话 可以把整个AGFOX 我们现在偏北一侧的身位 全部压制住 那DKG只要剩下的选手 看着右边 AGFOX非常难受 你可以看到现在DKG还在消耗 还在等待 他根本不着急 反而着急的是AGFOX 是的 以及刚才终于看到 来自于前期队伍的一起浪 现在他们想要直接加到中心点 应该是跟TMG产生了一些摩擦 但现在的话 AGFOX也是在主动的寻求突变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DKG的右侧身的位置呢 是一个烂尾楼 是有掩体的 而AGFOX 它的一个右身位呢 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下斜坡 是 墨青的位置应该已经是到达了 估计待会AGFOX发现之后 他就必须强行的往西部转移 DKG还在打着一个阵地战 但是很关键的一点 来自于排名第六的一起浪队伍 刚才是被TMG给满边淘汰掉了 这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前期队伍来说 你是每场比赛前三个走掉的队伍 这是最最伤的 但其实每支队伍呢 它在今天的心态不太一样 看他自己怎么选择 主要目前我们可以着重地关注 排名前五的这五支队伍 现在的编制情况都非常好 而且呢 在圈中间的都或多或少的 有自己的一个生存的地方 说到前五 咱们的老五G米现在找到了 ACT原新的位置 不过原新他是一个毒狼 刚才大家知道 就是现在G米就是 如果能够打掉一个EV1 一分到账 如果输了呢 那NVXCraft在本局将失去他们的指挥位 是的 ACT的原新呢 其实是没有漏的 但是他载具停放的位置 是暴露了这个地方 可能有人 所以G米要非常的小心 G米在做一个小心的侧绕啊 他没有第一时间扎到房区的内部 而是选择绕边 在队友可以架枪的一个火力范围之下 慢慢的试探这个房间里的人数到底在哪里 而且你看到 先把每一个门打开 但是我就是不进去 他应该是能判断出来 这个ACT的原新的一个大概方向的 但他比较怕什么 就担心我们平常在Runk的时候 有的人就故意把车停在一个房子里面 然后躲到另外一个房子里 是 G米担心的也是这个情况 是 所以刚才具体的想法就是 如果这个人真的在我现在试探的房区的话 我一开门 他如果会有所反应的话 可能会第一时间的开枪 用这个门的开关去骗对面的枪线 但这个时候DKG退到圈内之后 跟LK坐向邻居 包括北边的STE 是的果然 我们看到DKG是利用这个位置的优势 是稍微的向前推了一下 而AGFOCUS往西部去绕了 并且这个圈给了一个非常极限的细节 可以看到这个白线和蓝边是完全重叠的 这又对于我们目前榜单第一的RNG 是一个天大的恩赐 以及现在对于STE来说 只要牢牢的守住圈边的这一个高点 卡住这样一个窄圈边的话 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强的防守阵容的 是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排名前五的队伍来说 好像唯一有优势的就只有RNG 那其他的队伍呢 都是面临着一个禁圈的问题 像勤九相对来说还好 他前面有个一步禁圈的位置 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像NVSQF 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 他要做一个选择了 从南部这边禁圈的队伍很多 而在东部呢 他已经知道勤九就在他头顶 那这边的话 在没拿到圈内信息的情况下 该如何做出一个抉择 也就是说咱们有概率看到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们现在排名第五的NVSQF 跟第四的勤九 但是4AM排名第二的 他们被这个时候舒函 直接带走两人 是的 这个信息被RNG看到之后呢 他们的一个整体布局 好像拉得更开了 没了 排名第二的4AM 在我们第一局第三个被淘汰 他们没有拿到分数 那这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这一局RNG又拿到了 不错的分数的话 那其实RNG的分数会和其他队伍完全地拉开 现在4AM是一个天潜开局 而RNG是一个天湖啊 最弱侧 最北部最中心的高点 由他们一览无余地所占据 并且这种圈形刚好是RNG最擅长打的圈形 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默默地关注场上的走势了 而STE呢 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窄边的位置 现在最大的 对他们来说的任务就是架住 同样在窄边的AGFOX一队 现在主要是看一下AGFOX在前面的位置能不能呆 因为除了STE以外啊 AG也是在AGFOX的头顶 你可以看到在防区出口的位置都是一个低谷 是 病狂哥哥远点抽到了王远远啊 那STE这个时候得想一想 怎么样避免一个两处受攻的局势 而NVXQF Para Boy Order双子星压到Sunflower的头顶上 直接放到一个 排名前4的两次队伍是撞上了 看到雪益的位置也被锁定 其实琴九他是做了一波防守 他留了三个人下来 但是NVXQF是步行推上来的 琴九没有察觉时间 NVXQF很聪明 而琴九走留一点点早 这样一个高点 你最好卡住圈边的背身 要不然一旦被其他队伍像NVXQF所占据 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背身打击 是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地形琴九对枪是非常吃亏的 那如果NVXQF在这个位置是一条裂口的话 其实东部这一块的地形 对NVXQF来说推进很有优势 甚至最远端居民也是架了一个枪 Order非常凌洁的一个身位 躲过了对方的子弹 大家还在找 琴九现在这个位置 它唯一的优势点就在于 它离白线会更近一些 是的 所以现在NVXQF是被驱赶的一个状态 他们可以通过NVXQF行动的轨迹 来把握住他们最后的一个时机 但是能把握的人不多了 只有雪玉 还有他剩下的一名残血的队友 是的 NVXQF在这边做了一些短暂的对枪之后 选择要继续从南部的位置进圈吗 这个位置很有可能会被TMG给架到 是的 现在就可以看到 GIMI他作为刚才TMG一侧的探点位 能不能把握到TMG一队的信息 好的 这个时候Order跟散兵 还是投车赶到了最前面 来到了TMG和琴九双方的一个中间位置 是的 打得非常的聪明 我先进圈 然后再跟他反架 但是左边王源源发生什么情况 他把水果给炸倒了 那是AGFox他们一个进点冲击 但目前看起来AGFox已经满边被淘汰 那ST现在就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扶人 是的 YZ的位置也被发现 哎呦 这个位置按理来讲应该是琴九先发现的 是的 这个时候吧 那NVXF就赶快的不要再吊人了 他们现在最首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直接向着琴九的北侧推过去 可以看到现在的圈形是来回的反复横跳之后 全又切过来了 那这对于NVXQF来说 对于他来说增加了很多的作战时间 是的 机会局 这个真的是给了NVXF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因为在一个极度的南北横切之后 那我现在就是把握住一个顺息的变化 是 不过这边TMG呢也是听到了枪声 已经是拉到了高坡的位置了 那对于NVXQF来说 得稍微的延缓一下自己的作战行动 他稍微的做一下部署 这边前后有不太好管 他得先把琴九这边给拔掉 有一点点尴尬 就NVXF他们只要往前想走一步 立马暴露在TMG的枪线之下 所以他们移动的距离其实是非常窄的 看起来对于琴九压制力很高 但其实自己的背身也是受到困扰 是的 现在coolboy的位置可以稍微俯一下 而TMG呢也是因为目前所在的一个位置 载边可能会有队伍要进 已经是全部集结了 是的 琴九此时被魔智指引 剩下YZZ一人 YZZ这个时候啊 可以来到圈内的一个小房区 在这里进行一个单人的坐下 埋在里面就不要再动了 但其实的话 NVXQF是知道YZZ的一个距离情况的 是 继续往前走嘛 YZZ 那这个时候他前面的马路上 再过了这条马路要到了老干爹的控制范围 那对于他来说 就祈祷后面的圈行 尽量的会往同行员 获得东偏 是的 NVXQF 现在这个返系坡的位置是完全占据住了 对于他们来说 接下来比较困难的就是面前的这一条马路 这一条马路 北边是由老干爹一览无疑的控制住的 也就是说下一个圈行啊 如果他们大概率确实是要过马路的话 要想一想在现在放区载聚的他们 如何最迅速的过了这个天窃 是的 不过现在令儿要选择 这个时间点就要清厕所吗 毕竟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信号区内啊 令儿他一直是NVXQF的X因素 就他这样一波波大胆的进攻 如果能够获得效果的话 当然是为队伍扩展掉分数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他单人被击倒呢 当然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可能 因为他的酷boy陪着他一同前往 他们是把YJJ当成药物补给箱了 他们都没药了 这个时候或许啊 他们心里的想法就是 我留着YJJ这一个点 关键时刻 如果我能将他淘汰的话 确实能够获得他身上的大量补给 是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边 由于刚刚的圈群呢 是一个东切 所以西部这边聚集的队伍相对来说比较多 那目前需要接播团的就是天霸 其实他们的对手就是我们上一赛季的职业联赛冠军AG 卫免冠军同样的来到了总决赛的最后一天 虽然境遇不相类似 但是一定还是要为荣誉而战 舒寒这个位置架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侧身点 主要是跟领域做一个博弈 是的 而且我们看到像AG封的这几个烟的恰到好处 他刚好是没有封到天霸的脸上 不会让你用这个烟做一个单向的技巧 而且自己也能顺利提上脸上跟天霸打一个经典博弈 前面抱团三个人开始冲锋 舒寒也集合 那现在AG相当于四个人集合在了一个点上 司马光血量比较残 七七直接被舒寒放倒 这个位置太难操作 其实对选手的身法要求非常高 打倒两个了 AG这一波抱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瞬间这天霸只剩下领域一人 领域这个位置还没办法第一时间补上枪线 顾GG这个时候也准备要被补掉 RNG已经来了 要劝这一波架 是的 但我接着我看到ST的一个位置 ST也想要主动来卡住这三支队伍 这一波甚至有可能最后是RNG跟ST要撞一个满怀 现在就可以看到他们随先感受到第四支队伍的存在 但现在好像ST他应该不知道RNG的存在 RNG出手了 这颗雷暴露了 是的 那现在场上基本上是4V4V4的一个名牌 但是AG的状态显然是最不好的 是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第一时间 ST看到左边那个信息之后 就选择强行的往前进了 没有选择继续的去顶个白线边缘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继续的给西部一些压力 然后再往前进会好很多 人点NVXQF被老干爹放倒两人 这两个人是两个前置位探点位 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扶起来的 是的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讲过 他所竞选的一个位置 是会被马路对面的队伍给架住的 再回到RNG和AG这一波团 AG现在和RNG都在等待一个机会 但显然RNG这边的状态会比AG好很多 那现在率先退向圈内的STE 会不会成为一个聪明者 他们现在已经站到 虽然是一个低点 但是拿到了一个防区 主要现在可能会有一个情况 就是AG和RNG都知道这个防区打不了 那AG他就只能选择往右边摸 那右边摸的话 就会来到STE的一个势力范围 所以AG将有可能要变成一个包甲的地方 当然了 别光看这三支队伍 现在我们小地图上最北边 老干爹也派出了他们一支眼睛战神剑 注视着这一切 而且现在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右边的一个积分榜 排名前五的队伍当中 MBS QF的状态是不太好的 而RNG还是一个满边的状态 活在场上 如果这一波团他还能拿下 他又能有一笔不错的淘汰分入账 这就是对于RNG来说 可能是本局比赛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能够扛住AG以及STE 两波重要关键的团战的话 或许你就是收获一个至关重要的分 但是星辰这个时候却率先被放倒 是的 星辰倒地的位置将会成为AG的突破口 AG已经是带上了毛毛和树涵枪心的往前一压 而95在后面加强第一时间 被七一行给打掉 但是右身 毛毛补上了枪线 直接一波混战 98可以继续跟上枪线之后 毛毛继续被混到RNG 此时还剩两人 是的我们看到AG这边左右枪线包夹得非常好 小智和AG要打一个单挑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紫色的目标 老干地和STE好像都对这里有想法 直接补布给机会 小智这个位置还有气吗 司马光暴露了一个侧身 发现位置放倒舒寒 是的小智这个时候要不要选择稳一下 他现在的一个分数情况非常乐观的 其实他如果能够在排名分上再拿一些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定的优势 STE开始夹击AG 但是自己倒地两人来自于侧面的进攻 这个时候虽然收掉了AG 但是STE的状态也不好 老干爹接手了这一处战场 是的老干爹知道STE倒一个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战神剑第一时间被三只给放倒 三只早就察觉到老干爹摸向了一个方向 本局比赛的七侧 圈边是一处白刃战 库阿修继续的进行试探 他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千万不要再倒了 是的他得等一会儿 等队友把战神剑给扶起来 但释怀呢已经是扶起来了 继续试探继续收集一个信息 库阿修这个时候用雷排一下对面的位置 但是STE他们率先踩到了一个防区里面 他们有退路 不过现在老干爹他不着急 不只是STE有进口 包括老干爹的西岩也是在这个圈的北部 找到了一个竞圈的位置 所以相对来说两个队伍在这个地方不用拼的你死我活 以及这边我们三个赛季的淘汰王 作为NVXF最后的一名选手 老干爹在这个点上只放了西岩一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是他非常非常关键的单挑时刻 是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南部TMG呢也是撕开了一定的空间 Para Boy连打逮捕了战神剑 不打你进点的西岩直接抽到了老干爹远处山肖上的选手 不愧是咱们总决赛联盟命中率第一的男人 是的 这个时候虽然由TMG所收下 但是Para Boy也是凭借最后时刻拿到了关键的分数 这个时候西岩被放到老干爹 他左右的一个分斩现在只剩下西边的枪线 是的啊 Para Boy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多拿一分因为目前场上的一个编制情况 他想要再进立名已经很困难了 那我们可以着重的关注一下 ST在这一局他的一个位置优势是很不错的 目前他也是处在咱们非常有可能追夺这个冠军的行列 现在TMG虽然是场上唯一的一个满边 但是他过多的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老干爹一侧 所以ST完全可以等待TMG跟老干爹先有一个胜负的时候进行包夹 是的 Suki Suki呢是把自己的位置拉到下方的一个厕所 这个位置好像阿杰不太知道 阿杰现在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是踩在圈的中心点 哇这个铺垫 他做的太早了吧 看见了 山智发现了阿杰 阿杰这个时候才匆匆的反应过来 但是远处有队友架枪 老ST反而是向后稍微退了一下 是的 你看到他其实是在给队友争取机会 刚刚TMG的位置其实是处在南部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 由于阿杰的这一番拖延 其实TMG已经是转移到了一个不错的反斜坡 是的 以及至关重要的最后一个阶段 巴给到了TMG一侧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TMG会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他现在一个选择非常重要 但凡有一点失误 很有可能就会陷入到老干爹和ST的一个枪线的夹击之中 是的 我们都知道 在整体的一个山体的一个地形上 山腰的队伍是要比山顶和山脚都难受的 而TMG就是一个在中间整体地势上被夹击的位置 是的 TMG现在还在往ST的位置顶 他知道防徐的位置可能会更好架一些 而老干爹非常聪明 这个时候没有选择露出来的 我把战场交给你们 是的 现在就是一个经典的场面 就是人数最少的一支队伍 慢慢地等待着一个时机 由三人编制和四人编制的队伍先进行试探 但你无论怎么样去看TMG 他们四个人在小地图上挤成了一个小团 确实地形让他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更大的扩展 是的 而且现在的话ST的一个投资物的情况应该不是很好 艾笑先被放倒 库阿修发现了这一个点位之后 竟然是老干爹先对他们开枪 能服 有队友在架枪 库阿修的位置被发现 侧面苏几也要进行一个补给 正是ST竞选的一个好机会 苏几状态打起来 但是阿杰看到了你 趴在下面修一个小缝隙 修至半血 不过这时候三志果然出手了 他把在卡他们的上位先给打掉 ST抓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直接趁着你TMG再打老干爹 瞬间收掉两个人 TMG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单人独狼吗 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TMG这个选择 确实是让自己陷入了被包夹的情况 只剩下宰匠一个人 是的 赶快得扶起来阿杰 但是他的位置无疑是已经被控制住的 目前看起来 三志更想要先牵掉库阿修 一波近身Pick 库阿修放到三志 库阿修等待了很久 不过这时候王爷爷在车面进行出手 不过阿杰已经被扶起来 被放倒之后 还剩下宰匠要进行一波单挑 现在ST战场是分割成为了两块 看到宰匠的背身 怎么说由Pick之下放倒了宰匠 而现在ST还剩下两人站立 是的 但三志现在这个位置还是有点尴尬 不过我们看到三志的求生欲还很强 这往后退 那ST要选择人吗 库阿修已经正在拂了 释怀作为一个最高点 他现在就是不想让老干爹扶起来 因为他现在占领着你一个头上 你还有投掷物的话去限制一下 但是他没雷了 是 不过现在的话 从我们看到距离这个梅花壮的位置来讲 ST还是占据了优势的 老干爹目前要被篮拳进行个驱赶 再放到库阿修 王爷爷转身被放倒 1位1秒到苏基 这个时候是ST吃下了我们决赛今日的第一只鸡 是的 让我们恭喜ST 好的 ST这一局我们真的是一提看到 将自己的一个有力地形的地势 牢牢地站住之后发挥的淋漓尽致 是的 其实刚刚呢 我们一直是在担心的一点 就是TMG 如果但凡他做一个稍微比较好一点的布置呢 其实对于ST来说 他竞圈的一个路线是很容易会被卡住的 但也确实 当时呢 TMG他所想的是 他应该知道整个圈的靠东部老干爹 这一块的一个位置情况 是的 相对来说会比较好进攻一些 所以他选的改变了自己的位置 经典的决赛圈三方博弈 就是每只队伍都在想着 我怎么样让另外两只队伍先打起来 当然一定需要你有一个地形 或者你装备上的加持 ST就是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点 知道剩下两只队伍都在一个山腰 或者在山体的一个平行队伍 那么我只要对他们进行一个驱赶 并且在适当的时候 刚才可以看到王源源偷了一个背身 那是剿灭TMG最重要的一波 是的 这一波ST应该是三只队伍当中 其实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 除了有个高点优势 那么来看一下ST经过这一局之后 它的一个积分变化情况 先来看到积分榜的第二页 已经没有ST了 没有ST代表了它有一个飞跃 而相应的呢 积分有所滑落的是 清秋雨一起浪 现在来到了126与114 但是老干爹这个时候 成为了一个新的100分先生 只不过你现在还只剩下三局 对他们来说的空间还比较小 还需要继续把握一下 是的 但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像第一梯队的一个分数呢 应该是有一点拉开 待会会给到我们 第一页的一个分数情况 而排名靠后的这些队伍的 一个变化 其实也不是很大 是的 ST随着他们刚刚吃下的一只鸡啊 27分的一只大号火鸡 直接让他们现在来到了 总积分榜上的第三位 而他们与第一的RNG相差多少呢 146-135还差 11分而已 是的 而且我们知道 在这一局当中呢 4M是被团灭的比较早 因为绕到圈的西部之后 是没有办法进圈 包括MVSQF呢 也是拿到一定分数 所以相对来说 五只队伍现在分差 是已经急剧的缩小了 138-135-135-132 我们第二名跟第四名 而第五名 现在仅仅相差 steel 135-135-135-136-135-136-147-167-177-167-17-194-1-178-177-187- Moes Pean